演员李建群去世,享年63岁,曾被评为古典第一美人。 著名服装设计师演员李建群于7月16日去世,享年63岁。 据悉,李建群老师身患病痛,年初曾爆出生病需要化疗,头发掉光的照片曝光后引发观众心疼。 也正是他拍的古装美人的扮相很让人惊艳,被大家称为古典第一美人。 并且,李建群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演员,还是一名优秀的服装设计师。 唐明皇剧中演员们的戏服借由他设计,他所设计的戏装,在保证创意的同时,还把盛唐景象展现了出来。 而他也因为这次独特的设计,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服装设计奖收入囊中。 后来李建群在康熙王朝古则天剧组中,一如既往担任一人担任两职。 李建群的首任丈夫是一名画家,曾学过美术的他与之相处盛还,一来二去走到了一起,只是造化弄人。 两个看似天造地设的一对,在步入婚姻后,就验证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话。 婚后两人的感情趋于平淡,甚至会产生矛盾,最后分道扬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